台南市長委員會第一證人身份給鹹峰調問 來到台南地檢視三點鐘這趟 針對外界質疑台南轄內光電利益糾葛 涉及不法案件以證人身份 傳喚台南市長黃偉哲至本署訓問 除了市長也說 各式市議證人身份配合鹹峰 占對地發來講電信設案說明 以證人身份來應訓 那現場大概有六個人 然後從前後大概兩個多小時 那我分配到我的時間 大概將近四十幾分鐘 請黃偉哲出來的罪情也引起大家關心 今天黃偉哲市長 幾個出場罪情 目前鹹峰是會繼續搜尋調查 接下來發電大家都很注意 民視新聞台南報道